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说的电影是去年最爆炸的导演麦好贝拍摄的动作大片 绝影特工 引爆制爆 男主角小健健是一个亿万富翁 从小就展示出了极高的科学天赋 手机振动 特斯拉电动汽车都离不开他的技术专利 年纪轻轻地就过起了灰烬如土的枯燥生活 那有情人是不是就没烦恼了呢 也不尽然 世人就有烦恼 只不过经济基础决定烦恼级别 小健健身家亿万 人家仇的自然是先天下之仇而仇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事 为此他花重金建立起了一个扫地僧组织 组织成员都是精英特工 武术高手 前特种部队等顶配阵容 致力于解决妨碍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 直接成了他们世界里的蝙蝠侠 只不过蝙蝠侠照顾的是河潭 他绕的是整个地球 现在他就盯上了一个为战争头目和军阀辩护的无良律师 手里掌握着大量粗衣改变世界和平局势的 战犯信息 小健健此次前来就是想和他讲讲道理 只需要用他的红魔刷一下打开手机 让他拿走这些将军的信息即可 对方不听小健健只好割下了他的眼 于是我们在电影一开始 我们就看到了小健健的扫地僧团队 在意大利与敌方展开的死亡追逐 他们分别是一号特工小健健先生 六号特工老司机 二号特工幽灵 五号特工卫生员 三号职业杀手和四号特工跑酷大师天行者 现在整个城市都是追杀他们的人 大众车直接被撕成了手抓柄 小健健这波反杀 简直比中宝炎测试还溜 追杀还未结束 小健健等人霹雳与敌人周旋 穿过了66间胡同口 闯进了66间好高楼 撞倒了66根残怒轴 因为一路驱赶死亡缠绕 天行者一路掩护上蹿下跳 更多的对手还是继续扑上来 小健的团队很快中了埋伏 老司机当场毕命 腾许的计划还没有完全展开 就牺牲了一名队员 虽然成功拿到了手机 但却无疑是一次惨胜 失去一员猛叫的小健健 必须赶紧补强 而此时一名三角洲特种部队的老兵 正沉浸在自己的伤痛中 那天他前眼看见维和部队的车 开进了营地 一向警惕的他 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车顶上的联合国字母是反的 他申请立即开火 却被上级驳回 结果几十名队友 瞬间在巨大的爆炸中散生 巨大的悲痛 让他已经有了原地自杀的打算 而此时小健健找到了他 人这一生很少又不受限制 以牙还牙 还可以有保护世界的机会 想不想一起干 为死去的兄弟复仇 他的团队汇集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死事 每个人在加入之前 都完成了假死 从此在世界上消失 成为一个没有身份的影子人类 没有了身份 却有了富可敌国的财产 和一堆飞天遁地的队友 你将得到世界上最自由的自由 你愿意加入吗 小健健走后 悲痛欲绝的老兵跳海自尽了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 对我们为他举办了葬礼 三角洲部队少了一个精英 世界的某个角落 却督了一个鬼影客工 而此时我们也知道了 小健健这次行动的原因 当年他来到某地做慈善时 青年怒火的战争 将这里的人们拖进炼狱 一切都与一个狂人大落卡当夫有关 大哥名叫卡当夫 二弟名叫卡当 他和弟弟实际统治了这个地区 弟弟卡当是个温和派 民主自由 尊老爱幼 五讲四媒宅心人后 大哥卡当夫则是十足的野心家 声称要给混乱的世界带来秩序 扫清六合一统天下 他先是软禁弟弟大懒独拳 然后不断发动战争产出一击 近期他甚至订购了两吨沙林毒气弹 但世界各国却袖手旁观 于是小健健决定 替天行道 以暴致暴 小健健也知道 要想杀掉这么大的一个人物 就得先从他的左膀右臂下手 卡当夫手下有四个残暴的将军 乌丰患于折天蔽日 他们分别是66岁刘老六 66岁刘老刘 66岁刘老头 66岁头老刘 而变了开始时 小健健和律师的对话和追杀 就是因为这件事而起 律师拒绝合作 死得有多惨 看前面的剧情 你知道吗 而摸清了他们住所的小健健等人 很快将四名将军全部解决 主要是他们正好地住在同一间屋子里 为男主角的暗杀提供了一次性打猫服 而他们在杀死最后一名将军之前 也成功地逼稳出了大陆弟弟阿尔洛的下落 听说四名大将被杀的大陆雷霆震怒 一怒之下将四名副将全部推下万丈高楼 理由很简单 杀死郑竹 副手最有好处 最一定是副手干的 就算不是也要敲山正湖 让手下看看 这就是叛徒的下场 说完他当即任命了四名新的将军 营救行动开始了 二列卡当被软禁在泥海大厦第90层的顶楼 狙击手赛文在塔吊上掩护 维生员负责在里面放消息蛋给现场帮用喝羊 每天遁地的天行者负责空脚突袭 楼上的法拉利负责装顾 当然也是那么助人 不过按照迈克尔贝的尿性 主要是为了装顾 狙击手百步穿羊天行者火速穿插 很快一场零外合行与流水的营救 就完成了一大半 单过于高调的作风 几乎吸引了整个城市的警方武装 很快大楼就被里三层外三层 风风波波又三层围到水屑不同 水屑不同 水屑 高处的狙击手赛文看到了高空的游泳池 瞬间响到了出路 黑枪打穿泳池玻璃墙壁 数十分的水形成一股巨浪 冲着前来抓捕的众人 措手不及 正在楼顶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人工瀑布 场面极其十分壮观 整局到时间的众人 急忙借着滑锁 逃到了另一桩大楼 一番缠斗天行者终于摆脱掉了一个死亡长绕 小舰点也找到了他们的车 宝马迷你 大哥 要不要这么卡哇伊 哼 我要装逼 于是他们就这样看着暴改的宝马迷你 在大局上与整个城市的武装力量拼命周旋 虎啸山里方的发动机 跑上着愣是把低调的卡哇伊 开出了詹姆斯般的霸气 而被困在半空的天行者 也不好受 被炸弹疯狂袭击 掉落的刚才像雪条一样 砸在苏式的公路上 炸出一阵阵批发崩碎的兄弟 时不时的爆炸 像结了爆炸牛河 爆炸的火花 让人作作冲击 而微在旦夕的天行者 丝毫来不及欣赏这样的视觉大赞 意味他就困在里面 随时都会被炸成油炸脆弧 自古逃命的小舰点 引进天行者逃跑不成 想要放弃队友 却被赛文否定 当年在七连战斗的经历 和痛失这样的痛苦 让他深刻的懂得 不抛弃 不放弃的道理 他依然下车 掩护天行者完成了撤退 事后赛文对放弃队友的小舰点 大打出手 说好了六兄弟真正七七 为什么要卖醉油 既然一起战斗 就应该互相信任 说完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名 我叫布兰 没有特 你们呢 天行者说自己叫比利 小舰点觉得他们疯了 但队友们都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轮到你了 好吧 我叫小舰点 而卡当夫也已经发现了他们 弟弟被劫 将军被杀 都是同一个团伙所为 可他们却查不到这些人的任何痕迹 因为这些人明明早就死了 卡当夫这才知道 如果你活着 那你随时会死 可如果你死了 那你就永远活着的道理 立马下令 他不管这些人在社会意义上 有没有死 只要这几个人还在喘气 就将他们随时万段 拧成麻花为止 而很遗憾 小舰点他们也是这么想的 而且已经坐着私人飞机 来到了他的地盘 他们首先贡献了国家电视台 而今天 他将直播对电视讲话 小正业的团队 则在直播时将信号 切到了弟弟这边 弟弟的演讲 很快煽动了所有民众 一场反抗即将上演 小舰点则通过 占领国家发电厂的方式 让卡当夫保里的安保系统 全部失灵 逼他登上自己的游艇 知道自己老巢 已经不安全的卡当夫 果然上套 为了在民众的反抗中撤离 他果断下令 放弃传统镇压方式 直接投影战斗机 和沙利VX毒气弹 路上的平民 谁敢阻拦 都会被张掌撞 三号特攻 为了保护平民 与打落卡当夫的车队 发生了碰撞 卡当夫很快登上了船 便立马下令 对平民动用毒气弹 炸掉医院 断绝这些民众的健康 炸掉学校 断绝他们的未来 杀光青年 断绝他们的希望 将军们在犹豫 此刻弟弟从外面冲了进来 一把挂掉了哥哥的眼花 在将军的指挥室 弟弟完成了权力的交接 实际宣布了哥哥 核心地位的灭亡 小金念的团队 也开始带着特制的塑料 无影枪对牛艇进行出席 他发明了智能 死里装置 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新的对手 满天飞舞 摔了整个船上 订单乱降 在特定的地方 还可以激发小李 推刀技能包 杀敌就像刀戒赛 但在战斗中 小金念的摇护手 急确坏了 一个对手想去拿 小金念警告他 不要乱动 结果整个船 都被炸得千疮百口 而卡当夫 急忙登上救生艇逃离 岸上是无数抗议群众 恨不得将卡当夫 扒皮抽筋 终于卡当夫的飞机到了 他登上了飞机 可当飞机上的人摘下头盔 他却再也笑不出来了 飞机上正是小金念 和他的弟弟 最终卡当夫被运往难民营 从飞机上扔了下去 迎接他的是 早就对他更之入骨的 苦难人民 卡当夫成为历史了 弟弟卡当 组建了自己的领导班子 小金简的团队也功成身退 而对于小金简 他觉得他还有工作要做 毕竟世界和平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就是麦考贝去年的 动作电影《鬼影特攻》 除了小金简 天行者这样的熟面孔之外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影迷 你还应该注意到了 这样一个面孔 他就是大陆弟弟的扮演者 佩曼穆阿迪 他出演了近十年来 最伟大的剧情电影 《宜子别离》 可以这么说 无论专业顶尖学者的评价 还是观众评喷 《宜子别离》 都堪称近十年来 亚洲最伟大的剧情电影 如果你麻木了麦考贝的 无脑爆炸 可以静下心来 欣赏一下这部电影 如果说麦考贝告诉你 影像可以多顺库 那么这部电影将告诉你 当电影严肃起来时 可以有多伟大 当然千万是你喜欢看 如水一般的剧情片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关注电影机身调 带你看更多经典电影